1月4日,河南安阳上百名家长到该市内黄县清华园学校抗议。 原因是该校食堂饭菜变质,食堂不卫生等。 引发关注后,该校校长被停职。 4日,网传视频显示,当日中午,内黄县清华园学校上百名家长到学校抗议。 家长们进入学校食堂后发现,午餐炸馒头是隔夜的,已经有馊味, 一些馒头疑似被老鼠咬过,现场还有一些已经发搜的胡萝卜丝等食材。 学生向家长反映,学校食堂饭菜很差,有的已变质,而且食堂不卫生, 有学生在米饭里吃到过无功,有的孩子长期吃不饱。 家长们表示,清华园学校学费不低,该学期已交1万元,人民币,夏童, 餐食的标准价为20多元,却给学生提供如此食物。 家长们还透露,学校还准备在周末强制补课并收取补课费等。 此事引起关注后,内黄县清华园学校高中部腔校长向陆梅回应称, 家长反映情况不属实,学校不会把变质的馒头和饭菜给学生吃的。 然而,当晚内黄县发出通报称, 该校餐厅确实存在饭菜质量不高,环境不卫生的问题, 餐厅存放的半馍,摆了一半的馒头,盛馍, 实为学生餐后残留,校方回收后为及时处置, 禁止该校收取周末补课费用,校长被停职等。 视频显示,一个夜晚,一群年轻人聚在一起,高喊文革口号。 分析指,这是经政府培训洗脑和组织的中国的大灾难已到来。 1月4日,前上海企业家,媒体时事新闻评论人狐狸人, 在社交平台APP上发出一则视频。 视频显示,某个夜晚的一个广场上, 一群年轻人从外表观察,很像大学生聚集在一起。 有一个戴眼镜的年轻人拿着话筒大声喊, 革命万岁,革命无罪,造反有理,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,打倒资本主义, 打倒一切反动派,全世界革命者联合起来等文革口号, 同时攥起拳头,挥动胳膊,周边的人跟着大喊。 狐狸人评论说,中国的大灾难已经到来。 这位带头高喊文革口号的年轻人, 是经过政府部门培训洗脑和组织的, 目前全国所有高校学生组织都被各省市统战部, 宣传部直接委派专员领导与控制。 HK跟帖,天啊,文革时期, 他们的父母正在受苦挨饿, 他们的爷爷奶奶正在自杀和被杀, 这些孙子竟然在高呼四十年前的口号, 如果真的如此,这个国家是万劫不复了。 MCRQ,就是好奇怪,为什么就是他,习近平, 连任第三期后出现这么多过去, 都无法想象的是发生的。 三少爷跟帖说,不得不说, 胡锡进的嗅觉很灵敏。 2023年12月26日, 是中共前党魁毛泽东130周年名诞, 中共官媒《环球时报》, 前主编胡锡进27日下午一时许, 在其个人微博发文称, 文革是绝对不能翻案的, 国家不断发出这样的信号和警告。 文革时的一些做法, 也不会允许死灰复燃, 我们大家都要避免陷入激进主义, 包括老胡在内都应提高这方面的自我警觉。 在网上, 让我们都不对机构和个人搞构陷, 乱扣帽子, 喊打喊杀, 有争议时就事论事, 批评刻意严厉, 但绝不以整人和打倒机构为目的的。 该文章发出不久就被删除了, 但被网民截图保存。 疫情蔓延全中国, 北京和周边的河北保定, 廊房, 石家庄等多地, 医院爆满, 不少人猝死, 但官方隐瞒疫情。 河北保定村民李女士, 1月4日告诉新唐人, 当地很多人感冒发烧后猝死, 但是官方隐瞒疫情, 媒体也没有报道。 河北保定村民李女士, 这里发烧的特别多, 有很多老人, 有的年轻的人, 好像因为这个都没了, 我知道就有三个, 前面的那个阿姨睡觉就没了, 昨天我妈的朋友也是, 才40来岁, 最近感冒, 睡觉人就没了。 他们没公布, 没说这个事情, 现在都不关注肺炎, 只说是感冒, 这边什么都是假的。 北京市民柴先生透露, 北京发烧感冒的人很多, 医院爆满, 要排队很长时间, 还有很多中年人猝死。 北京市民柴先生, 很多年纪不大, 死50岁, 比往年要多一些, 就是那种心梗, 脑梗猝死, 还有心脏方面的疾病猝死啊, 我觉得是和疫苗有关系, 官方不查, 怎么可能说呢? 北京市民李成, 化名, 表示, 他身边很多亲友染疫死亡, 火葬场成了他的伤心之地。 北京市民李成, 很厉害现在, 白肺死了很多, 到那火葬场, 你看看满满都是, 八宝山我是不想去, 让人伤心。 疫苗引发的白肺, 大面积心梗, 后遗症以后五年之内结束不了。 此外, 入冬以来, 疫情蔓延河北多地, 很多人反复感染, 医院天天爆满。 北京市民王先生, 昨天在河北廊房, 看那个门诊人挺多, 哪个科室人都很多, 病人多, 住院不满人了。 河北施家庄王先生, 河北施家庄太多了, 医院爆满, 从天冷以后嘛, 很多就是半个半个班的都休息了, 请假了嘛。 由于疫情持续爆发, 让民众感到恐慌, 都自觉地注意防护。 北京市民孙先生, 因为知道现在这个比较厉害嘛, 就很少去医院, 肯定担心啊, 没事一般都不出去, 现在出门都戴口罩, 都是自发的, 都害怕嘛, 没人管, 靠自觉吧。 辽宁大连居民莫先生, 近日接受大纪元采访时说, 最近仍有不少人染疫, 小孩大人都有, 有的人很长时间好不了, 现在很少有人出门, 都在家夺病毒, 因为病毒太严重了, 不是普通的感冒。 他说, 一些岁数比较大的人死了, 过去他们身体都挺好的。 他知道有两个人去世, 他为其中一个死者送葬, 由于他没赶上凌晨去殡仪馆的车, 不清楚死者被送到了哪家殡仪馆, 于是去了当地多家火葬场, 打听是否有这名死者, 因此了解到火葬场爆满。 最终在郊区普兰殿区的一个火葬场, 找到给这位死者送病的人。 他说, 早上六点, 天还没亮去的, 到十点才排到, 火化遗体。 莫先生了解到, 近期该火葬场十个炉子都不停地烧, 这个火葬场很大, 它是一栋大楼, 里面十个炉子分散在不同的地点, 内部分得很细, 有各式各样的厅。 广州市民王先生日前告诉大纪元记者, 感染中共病毒的人多了去了, 我经过一个小诊所, 里面全部是挂水输液治疗的人。 现在人们去不起医院, 就在小诊所输液, 这种人比平时多很多。 有人反复发烧。 王先生表示, 身边的人突发死亡的情况很普遍, 现在已经见怪不怪了。 住我对面的有个老头, 六十多岁, 突发性死亡。 他平常身体没有病史, 也没什么症状, 还正常工作呢。 这是病毒引起的, 人们都说是新冠, 病毒。 2024年元旦前, 是一个感染和死亡高峰, 能扛过来的, 也把家里掏空了。 现在不让报道这些, 不让说坏的事情, 只能说所谓好的事情。 没钱治病的, 人死了就死了, 有钱治的人就熬着, 未来猝死的人会更多。 他说, 王先生的妈妈和孩子都感染过, 妈妈折腾了半个多月才好转。 他说, 今年夏天, 我九岁的小孩感染了, 成白费了, 住了一个多月医院, 花了几万块, 最终我儿子是就回来了。 当时孩子吃完药退烧了, 过一两个小时又发烧, 烧了四天。 我们赶紧去乡镇医院, 对方说不行, 我们就赶紧去市里的大医院, 到那检查, 已经白费了。 上海的明女士, 1月2日对大纪元记者说, 跟她住同楼的一个人, 刚刚火化, 住我们楼下, 住三楼的一个人走了, 昨天刚火化。 明女士透露, 他们小区里还有两三个人去世, 是她不太熟悉的人。 她有一个表姐夫, 一个月前感染了, 住进医院。 因为看病的人太多, 没有病房, 她只能住观察室。 出院之后, 在家里坐在沙发上, 就莫名其妙死掉了。 明女士认为, 她的表姐夫是感染了新冠, 是新冠的症状, 但是医院不给确诊, 哪怕是因为新冠死的, 医院也不写死因是新冠。 医生很明白地说, 要火化就不能写, 否则不给火化, 就冻在冰柜里。 我在外面散步的时候, 碰到一个女的, 她说, 她的家里有三个亲人, 得了新冠死掉了。 明女士说, 感染新冠之后, 死亡的人很多。 她说, 这一段时间不得了, 小孩感染的太多了, 学校的小孩很多感染了不上课, 一个班里八九个十几个感染的都有。 哪个班级感染的人多, 就提前放学, 老师也有责任呀。 她透露, 听说有小孩死在学校里, 你说这一段时间不够了, 这一段时间不够了, 我先是来说, 有小孩过去的小孩。 我想说,